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叫王俊賢,阿Tim 我是香港首位的竹魚運動員 由2014年開始,我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 到現在就拿了大約超過35個獎牌 亦都很幸運在2017年和2019年 剛剛都是拿到世界冠軍的名下 目標是2020年代表香港首位竹魚運動員 參加一個東京殘奴會 這是我最想去到的夢想 在我的立場來說,我覺得有到未是抱怨 會覺得有點不開心,但也沒有埋怨 也沒有抱怨,因為打羽毛球 令我見識到更多這個世界 我現在都去了超過35個國家 我都見識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竹魚運動員 或者是其他人,其實對於自己 其實是一個很渺小的人 所以令我慢慢覺得 原來我自己可以在這個社會上生存 或者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其實都是一樣很開心的事 每天保持這個心情去做任何事 這樣就統面一些正面一點的態度 挑戰一定有的,而且沒有辦法避開 老實說,放棄的念頭來不來都會出現 我經常都覺得是要活在當下 因為你現在要想這一刻 你可以做到甚麼 而不是想回你之前 也不是想之後你的結果是甚麼 對於我們運動員來說 打球的時候還是要活在當下 所以你要清楚自己 知道自己的目標是甚麼 結果是怎樣,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中間的過程 就算今次這個挑戰是做不到 但是我得到的過程 可能對於下一個挑戰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經歷去過下一個挑戰 或者是過之後之後的挑戰 大致我分成三個人 第一就是我家人 家的環境其實是一個很安穩 令我很放心出去做任何事 他們給了很多信心 鼓勵我的,從小到達 從衣食住行任何一件事 他們都給了我 第二就是我太太 我今年結婚 今年結婚之後 其實對於她來說 一個老公經常走出去比賽 一年只有三分一時間 不在香港 還要不是經常陪到她 我也知道她犧牲了很多 我也很感謝她 第三就是 今次這個選舉的提名人 她也是我的隊友 她一直都很鼓勵我 在我獲得世界大冠軍的時候 她又會替我高興 在低潮的時候 她也會提醒我 怎樣去令自己 取得自己 所以這幾個人 我一直都很感激她 我覺得可以大膽去嘗試 有個目標的時候 可以大膽去嘗試去追求這個目標 我覺得還有 不要經常看結果 究竟做不做到這個目標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你的得著一定是比 追求這個目標的得著更多 大家還有 是開心去做一件事的 是開心去完成這個目標 或者去開心去追求這個目標 以這件事中間的過程為主 我在球場上 或者比賽的場上 我發覺我對自己的自我信心不足 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經常都會覺得 其實我是否真的有能力 即是這樣質疑自己 究竟我是否有能力去贏得她 導致發揮就可能一開始只有50% 幸好的 如果對手和我真的有很大的距離 我慢慢發揮到80% 有一場比賽就贏得很漂亮的課 但是如果不幸運 就在想 整場比賽自己質疑自己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 所以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有時對自己自信心不足 其實我都慢慢開始 對比半年前 我都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 未到很成熟 不過在這一方面都會進步了 亦都是更加有進步空間 所以要做一個很傳言 或者很成功的運動員 其實我覺得是很多很多很多因素 我和現在做一個很成功的運動員 都還有距離 不過現在距離慢慢接近 亦都是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過程我都覺得很安心 我現在都31歲 其實對於做運動員來說 都是屬於晚期的 其實在推育前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 竹魚運動員出來 幸好現在我們都有 兩個竹魚運動員 一起都在訓練 與此同時 我也想在育育界上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發展到 正如我剛才所說 可能陪伴一些新的運動員 與此同時 怎樣可以回饋給運動界 就是這樣 突破極限超越自己 我是黃振耀 各位年輕人加油